嗨 我是香香老师 每天都有人问啊 香香老师何时到高雄开课啊 中部北部都开师资班了耶 南部也要开啊 有啦 大家的心声香香老师有听到咯 所以呢 正式公告 GATA高雄招生咯 那么下高雄前 老师前一天才从台北授课玩 凌晨四点半就起床 冲到台中受早八的课 傍晚又立马冲到高雄洽谈教室 那平常啊 都开车 没有机会看到什么风景 这次就坐在高铁 享受了沿途风景与悠闲的时光 简直是太灾暗了呢 最高兴的是 场地负责人无私传授了好多 关于如何让协会教育越来越好的方针与知识 大大感受到热情之都的人情味 高雄谢谢你 香香老师知道高雄是工业集结农业的大周边 而且很多高雄的朋友跟香香老师一样是务农工作者 如果能把科学实证精油及芳香分子萃取概念建立 相信高雄台南的朋友们可以凭借农业加工业的地利之变 再创高峰 如果您是务实芳疗师或者是芳疗老师 更可以再进阶自己的精油能力及科学能力 所以哦 请把握精华师之班 因为只有一班哦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香香老师在校园用餐的时候听到林桌的学生说 嘿嘿你知道吗 某某大学还真的在种花花草草树木 哦要种田就不要读书了啦 直接种田就好啦 做什么 读这么高呢 然后一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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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香香老师当下很想跟他们分享 你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高学士农民就讲芳香农夫好了 如果今天没有持续进修 以前长辈传承告诉我 天然物会有杂质沉淀 是正常的 锅子不洗会越乳越香 三泉水就是第一站 结果呢 有沉淀物与锅子不洗会影响整体品质 第一影响的就是抗氧化的能力 使用未改植的三泉水 会有离子 微生物及各种沉淀物 包含石灰植 对品质也会有所影响 而努力成为高知识农民 能推算出萃取物含有什么活性 就可以用可控的方式去强化萃取方法 以及活性能力 那么这些没有待过实验室进行成分分析 活性测定及安全性测定 食物上在农地就会很难把植物活性更用心的发挥出来 所以呀喜欢读书也喜欢夏田 我一点都不觉得低人一等呢 甚至能把科学与农业安全实证活性化 不再是用猜的哦 相对使用者也才能安心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奖名单 好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请记得哦 请用公开分享的方式才会纳入到抽奖名单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然后这边会建议用个人分享哦 然后再来是 然后黄伟儿 秋燕 红不浪 董树长 爱之音 绿豆林 江江江 胡贤 蜜萌 然后古月狐 某某五红 苏玉婷 然后心灵 法拉利 郑玲玲 然后郑怡婷 简慧婷 然后再来是丁辉 听辉 应该是丁辉啦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零五花 好 那我们再来确定一下哦 再确认一下总共是22位 好 那这边的话呢 香香老师就把名单进行抽奖了哦 总共22位朋友 再检查一下哦 好 那我们一共会抽出三位 准备开始抽奖 好 总共抽出三位朋友 恭喜 韦儿 恭喜 秋燕 恭喜 红普朗 以上三位好朋友哦 那请记得 私讯我们小编 您的姓名 电话跟地址 GATM会寄赠品给您哦 好 一样再次提醒大家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抽奖活动 是累积到12月24号的11点59分哦 然后会在周五公布 中奖的幸运额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